第四個字幕 我想的是 外 拍 空 的 摸 摸 左邊喬右邊喬的那個排隊路真的就不累 D RAMO DOWN 45年的原本 不爽就發動四季 大戰爲另外一些害蟲狗 大地球人 他們在地球有基地 他們在七馬拉雅山 然後在台北的底下也有一些基地 所以我們認識的孩子第一個先決的刻板印象就是 天大的誤會 他們是不懂得 我們一般人的方式去表達感情 他們沒有要把自己關閉起來 因為這次拍的紀錄片是四位大孩子 大孩子他的年齡是幾歲 父母其實所承擔的那種辛苦跟被誤解 那就有幾年的時間 我最早接觸的第一個自閉症孩子一出 他大學的時候你就會意識到說 後面很長的二三十年的時間他們該怎麼辦 然而父母總有一天會離開 孩子中要獨自面對社會的殘酷 投入藝術治療25年的韓淑華老師 看見了他們的焦慮 因此創立了多寶藝術學堂 引領心兒透過創作 找到自立的一片天 他們需要的除了這個創作的空間之外 多寶提供他們跟外界互動的一個很好的場域 共同陪伴孩子 超過17年的林正勝導演相信 私下誤解的標籤 是社會擁抱心兒的第一步 因此期望透過紀錄片 帶領觀眾走入心兒的生命 我要拍一部社會大眾 都能經由這個影片 去理解這些生命差異孩子的 生命狀態的影片 這是我的出畫點 會製作動畫的時候 我覺得動畫最能表現這些 愛畫圖的小孩子 他的內心世界 圖畫沒有達到可以用動畫來幫助他呈現 17、18年了吧 越來越覺得從這些孩子身上 看到很不一樣的生命狀態 其實到後來不覺得他們是生病 而是差異 可以從他們身上學到東西 在導演的鏡頭下 我們看見了幾十年來 面對誤解仍不放棄的身影與故事 然而有限的經費 卻成為大眾理解心兒的阻礙 一年多的時候很辛苦 那個時候導演他一直問我說 你還要繼續做嗎 那個時候 對還要繼續做嗎 這件事情 其實 我會成立多寶學堂 參與成立多寶學堂 主要是我相信一句話 小時候我祖父講的 這個小時候 如果有的人願意拿一刀 給沒有的人 這個小時候就有希望 如果沒有關係 這個小時候就有希望 希望大家一起來支持 給這些孩子一個機會 我們拿出一點力量 我們去理解幫助他們 他們活得好 我們大家都會活得好 這個世界就會更好 其實是大家一起活得更好 活得更美麗 只有真正的理解了解 善意才有真正的方式 謝謝大家